今年年初夺得TVB最受欢迎女歌星的汉娜菊子乔 宣布将在8月24及25日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貌中心 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 5月21日菊子乔以一身露背红色长裙打扮 亮相香港尖东某酒店为演唱会宣传造势 有消息指原本菊子乔这次歌唱的党期 是同公司一人胡红军的 但因为对方态度嚣张找到雪藏 所以才由菊子乔临时顶上 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次的旦夕是因为我们要牵着那个导演 Jack跟Johnny我们的音乐总监 因为他们真的很晚 也跟现在很多的很厉害的歌手们 在举办演唱会中途 去交一个档器给我 所以这个档器是为了他们去选的 所以不要多想啊 另外 菊子乔表示 开两场并不是预料之内 因此要积极锻炼体能 会演唱会做准备 但是既然要开歌唱 你是不是都一早知道这事 所以默默的已经在锻炼中了呢 我其实我肯定的消失真的不是太久之前 然后我一直来都想开一个自己的演唱会 但是没有想过可以这一年去举办 但是公司们他们都研究 想量过 觉得可以今年就是可以开这演唱会 才有这机会去开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